各位觀眾 歡迎來到特戰一號系列影片 我是關子 經過一系列的更新 來到的就會是我們的開發者問答 官方QA EVE面對面交談 要來講清楚說明買的都來啦 今年4月份的時候 搜集了所有玩家的問題 針對最熱門的幾個要來解答一下 包含新地圖製作 小號炸魚 錦標賽模式等等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影片的觀眾 歡迎點個讚 按個訂閱 打開小鈴鐺 本頻道將為你帶來遊戲解說攻略日常影片 讓你更快上手遊戲 以為你生活整天樂趣 首先 讓我們歡迎遊戲主設計師 欸 何時推出下張地圖啊 地圖是讓這款遊戲保持活力的關鍵 新地圖已經在製作中了 我們進度算是有點超前 而我們最近也沒有停工 不做新地圖的打算 好期待啊 但是新圖出來 是不是代表著又要有地圖被隱藏了 下個問題 選圖與禁用 它並不是我們想在一般和普通經濟實裝的東西 我們比較重視遊戲體驗的廣度 以及學習表達能力與掌握不同地圖 我們確實認為它是很適合職業賽場的系統 就像現在各位看到的VCT大師賽 那些競賽中它都有很深的戰術選擇 特務組合等等 所以我們希望未來錦標賽模式登場時 有機會能實裝這項系統 那我補充一下 如果你是剛加入特戰好的玩家 應該會對錦標賽這三個字蠻陌生的 反正你只要把它想像成線上比賽 而且是一個內建官方系統 組個隊伍就能參賽 還沒推出啦 可以期待一下 感謝地圖主設計師的分享 接下來歡迎角色製作人 我想問問 一隻特務從構思開發 一直到正式推出 要花多久的時間 以目前來說 從最初討論到推出特務 一般需要大概12-14個月 而我們早期的討論主題都圍繞在 設計階段會長什麼模樣 有趣的心機制會是什麼 哪些玩家喜歡遊玩政類角色 當我們想出有趣的玩法時 例如霓虹很會跑 戰場上放置電牆等等 我們就會開始探討各種表現手法 像是概念藝術的可能性 背景故事 然後我們會花幾個月處理這些內容 基礎建立好後 就把內容放進遊戲裡 請來10個15個人開始動手打造特務 從開始打造特務 不論遊戲引擎 遊戲實戰 直到特務正式加入特戰一豪跟各位見面 已經是整個流程的最後6個月 所以前6個月著重在構想 後6個月在於如何實現 以及處理所有相關重要的細節問題 哇 製作一隻角色真的不容易啊 各位得好好對待好好成型 再來 以後會出具有身高劣勢的特務嗎 像是英雄聯盟的約德爾人 就是身高相對比較矮 嬌小可愛的人們 我知道 這對特戰一豪這種牽扯到準星和其他設定的戰略遊戲來說不好 但如果認真考量 是否有可能實現這個概念 好啦 講正經的 我們所有角色的身高都相同 就我所知 這點不會改變 因為有太多戰術射擊遊戲面的考量 我們是要把它當成高度經濟性的遊戲來思考耶 話雖如此 誰知道呢 也許將來會有很創意的解決方案 比如 讓兩個矮機器人站在彼此頭上 誰知道呢 我們可以做很多有創意的事 反正他們還是得保值相同身高啦 那是肯定 如果真的推出身高不一樣的角色 我問你 頭線怎麼瞄 先叫180的Pick 然後敵人擺好頭線後 再叫160的嗎 不可能啦 感謝角色製作人分享 再來讓我們歡迎經濟模式設計師 對了 一般和經濟模式會不會有地圖選擇流程 還是說優先度系統啊 目前我不打算替經濟模式加入任何地圖選擇和優先 因為我們想強調和推廣一種觀念 就是爬分的最佳方式是學習每張地圖 並且能透過各個面向來遊玩特戰硬毫 而不是為了身排而專攻或試圖避開某些地圖 當然對一般模式也一樣 因為一般模式通常是 新人玩家進入經濟體驗前的學習管道嘛 不希望說打完一般練習玩 加入經濟時 遇到自己從沒見過或不熟悉的地圖 甚至一些非主流玩法 所以我們並不考慮這類想法 不過剛剛地圖組設計師有提到 錦標賽模式是有機會加入地圖挑選和禁用 我們把這類系統視為 助長隊伍組成和競技氛圍的要素之一 也能設計大家想出隊伍組的評估敵對 就可能 欸我要ban這張地圖 因為對方有輸法 逼他們只能選雙塔之類的 我們認為非常適合運用在這種氛圍和競技相關內容 同樣非常期待錦標賽模式推出 線上比賽 戰隊積分 人人都能報名 還有還有獎勵方面 感謝競技模式設計師 接著歡迎高級內容團隊產品經歷 經歷經歷 如果沒有課金沒有花錢 能不能拿到酷炫造型 像是有特效的槍啊 刀之類的 我目前沒有什麼具體的事情能公佈 但我能告訴大家 我們一直設法讓大家對特殘業好感到更有收穫 不管你花了多少錢 我們希望這些物品本身就非常出色 也能讓大家在特殘業好中展現自己的身份啊成就 特務契約 戰鬥通行證都是很好的例子 玩家藉此獲得豐富獎勵 同時展現自己對特務的投入 還有自己有玩特定章節的總時數 沒有明確告訴沒有課金的玩家到底有沒有特效造型 所以不要太期待 但老實說 特殘業好送的東西真的很多了 像是一些活動的通行證 卡面 吊飾 稱號等等都非常值得 感謝高級內容團隊產品經歷 緊接著歡迎社群和玩家動態團隊製作人 要來討論的是關於小號炸魚問題 我們希望能避免玩家在一個帳戶受罰後 再切換到其他帳戶做重複相同的狀況 所以我們決定要自動化這個流程 以便偵測並處罰所有帳戶 但我們目前還在研究相關辦法 大家務必要多留意我們提供的資訊啊 再來把畫面交給我的好夥伴Brian 我想進一步談談玩家開小號的問題 特別是他和排階系統之間的關係 我們目前都可以在特殘號裡 偵測出當前排階表現過於突出的帳戶 我們會試著加快他們的爬分速度 讓他們快一點進入公平的對戰當中 在未來一兩個月內 我們打算推出自動化系統 能更早偵測到這類開小號的帳戶 以便我們強先阻止他們進行不公平的對戰 最後很多玩家開小號時常常說 那是為了跟朋友一起玩啊 所以啊 我們前幾次更新時已經移除5排排階限制 開放玩家和任意對象組隊 不過我們還是會繼續想想辦法 讓玩家能不受技術水準限制 與朋友比賽 我們會在今年稍晚提供更多訊息 小號在於一直是各位最煩的議題 官方真的有改善嗎? 老實講真的有 如果你本身是鑽石超煩神話 去打可能銀牌金牌場 你的表現突出 家的分也會變得超級多 甚至直接跳街啊 這都是很常見 所以就算你排位低打一下也就上去了 你說要完全沒有任何小號在於 嘿 那是真的很難喔 特戰豪是款免費遊戲 信箱什麼的註冊一下就能玩 你自己換個角度想 是不是很難抓啊 感謝遊戲系統產品經歷 以上本次官方QA開發者一筆一問答 應該就解決了大部分的疑惑吧 我知道你們想問的問題還有很多 這次只是針對相對熱門 再等等再給官方一點時間 我比較想問的是 每回合造型更換能不能趕緊推出啊 還有最近觀眾常問 像肉那樣一場結束後的重播系統 期待看看啦 好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了 感謝你看到最後 我是怪仔 別忘記錄我們 下次見囉 掰掰